蓝命男子下车二话不说 拿着球棒朝着药局大门 一阵狂砸 接着一人把风 一人闯进店内 碰碰碰 朝着眼镜货架 杀红了眼狂打狂砸 这是一旁还有五六个客人 大家吓得赶紧躲起来 妈妈第一时间把小宝宝 从婴儿车上抱起来 就怕被搏击 妈妈赶快抱小孩进去 好危险 因为根本不知道她的意图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球棒被打到断了一截 男子离开前还不忘 把犯案工具给带走 事发地点在苗栗竹南 这一间药局 两名嫌犯实在是向天借胆 因为这里距离警局 仅仅相隔一条街 店家说自动门是强化玻璃 歹徒打不破 干脆闯进店内杂货架 店内顾客担心被攻击 惊慌失措 但他们并未与人结怨 想不透为何成了攻击目标 今天我们钓越监视器 我们有掌握到一步可疑的车辆 那我们在群线的队 或大监视器的追查中 两名男子戴口罩 还有车辆接应 似乎是优备而来 在警局隔街犯案 挑衅意味浓厚 警方钓越监视器 全力侦办 警方钓越民 苗栗报道